中國北京昌平區回龍貫鎮的三河莊村 3月25號闖入了大批身穿黑衣服的寶安和警察 他們把正在守護土地的村民抓走 然後強行施工 全村1,000多名的村民聞訓趕來聲援 而被抓的村民當天大部分被釋放 但仍然有兩名村民被警方拘留 3月25號凌晨 大批身穿黑衣的寶安和警察突然闖入三河莊村 抓走看守土地的村民開始強行施工 被抓的村民當中一人被刑事拘留 加上此前在20號被拘留的一名70多歲的村民 目前還有兩人被管押 村民透露 當地政府官商勾結 強佔集體土地 村支書為了補手續走流程 私下簽字 還以村委會的名義張貼徵地級補償公告 引發村民不滿 這幾年村民們多次向相關政府部門反應問題 都沒人管 村民守護的這塊集體土地 之前曾見過大型農貿市場 拆除後土地至今已閒置3年多 村民從2016年開始 24小時在地裡值班守地 2017年 村民得知土地已被賤賣 村民們還表示 他們維權的訴求有4點 一是要宅基地 自留地的補償款 二是要發兩年勘地工資 三是要強徵地的補償款 四是將拘留的村民盡快放回來 新唐人記者雄斌 柏妮採訪報導 新唯釣